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投票期内 全州已有148万选民投票 包含30万张缺席选票 其中有效缺席选票近三分之二为民主党选民 而民主党人占大多数的纽约市 仅供大约43万名选民提早投票 根据一项新法 今年的计票过程与往年不同 市选举官员说 已申请缺席投票的选民无法在投票机上投票 但仍可以在投票站进行宣示选票 如果选委会已经收到该选民寄出的缺席选票 宣示选票则将作废 另外 工作人员将在选举日投票站关闭前一小时开始扫描选票 并统计选票总数 初步计票结果将于选举日当晚公布 目前 全州仍有大约22万张缺席选票尚未计讳 缺席选票必须在今天之前投递并加盖油戳 并于15日之前计到选委会 而军人的缺席选票则在21日前计出即可 纽约北区联邦地方法院周一宣布裁决 暂停部分纽约州9月生效的禁枪新法 包括取消隐藏枪支申请人提交社交媒体数据和良好品德证明等要求 北区联邦法院首席法官苏达比周一发布临时限制令 暂时取消隐蔽枪支申请人需要提交社交媒体数据和出具良好品德证明的要求 此外 在长达184页裁决书中 也限制了在酒吧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禁止合法携带枪支的要求 该诉讼由组织《美国枪支拥有者》提出 此前 法官苏达比在10月6日裁定纽约州的禁枪新法 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持枪权 下令暂停在时报广场 地铁等大众运输枢纽等被列为敏感场所的区域携带枪支 同月10日 州检察长詹乐霞提出上诉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宣布部分公共场所禁枪的法律继续有效 直到法庭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对禁枪新法做出正式裁决 市警宣布 鉴于联邦法院裁决 将于11月18日在市警局举行公听会 对持枪规定做出进一步的细化和变更 如果定案将取代此前的暂规 则正式立法 市公立学校的入学率再次下跌 较上学年减少1.8% 仅有90.3万名学生入学 创新冠以来新低 根据市教育局统计 截至10月31日 全市公立学校共有90.3万名学生 较上学年减少1.8% 市教育局表示 虽然整体入学人数下降 但今年入学率跌幅较过去两年均有所下降 并趋于稳定 过去两年入学率分别大幅下降3.8%和4.7% 当据说 今年入学人数减少 主要是离校学生人数显入增加 上学年有10.3万名学生离开市公校系统 其中近半的学生转到纽约州其他地区或新泽西州 其余学生分别转到特许学校 非公立学校 辍学或者没有提供转校证明 以及改为远程教学等 市府每年都会预测各所公校的招生情况 以制定预算资金 并于年中进行调整 如果实际学生人数少于预期的学校 需要向教育局返还资金 但市长亚当斯承诺 今年不会要求入学率低于预期的学校 在年中退还任何款项 并为收容无证移民新生的学校提供额外资助 根据纽约市警的数据 曼哈顿地区10月的主要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上涨30.5% 高于全市水平 其他犯罪数据也在飙涨 市警统计 截止10月31日 曼哈顿的主要犯罪率较去年同期增长30.5% 高于全市范围内的主要犯罪率 其中又以曼哈顿南区犯罪最为猖獗 包括时报广场 宾夕法尼亚车站和先锋广场等中心地段 今年以来 该区的重窃案上涨53% 从6295起增长到9648起 入市盗窃案紧随其后 上涨45% 由1110起增长至2467起 抢劫案上涨32% 从1356起增长到1785起 谋杀案上涨14% 由21起增至24起 曼哈顿地区议员表示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埃荣 自上任以来就屡遭抨击 其轻罪不起诉改革 引起众多居民的反对 对于上任后犯罪率增加 白埃荣发文回应 表示犯罪率的飙升 主要归咎于疫情导致的社会分裂 为了重塑治安 纽约市已经加紧管控枪支 并且为心理疾病导致的犯罪提供治疗资源 issent更多恨事件 两个人的代аны 据杀场上涨14% from北海丸 这两个人最远的一个人 市内部商场上涨14%地方 29有很多人会议员